兄弟们,美国完蛋了啊,最近呢,美国的特斯拉又被卡德罗夫给嘲讽了一番,是咋回事呢,大家听我慢慢道来啊 最近呢,车身的领导人小卡德罗夫呢,收到了一项礼物,他自己说是礼物啊,但我估计是他自己买的 是什么呢,是马斯克那个特斯拉研制的赛博皮卡,大家都知道那个车吧,差不多9万美元一辆 车身呢,用钛和音质绳看着非常的科幻啊 卡德罗夫就说,你看看,感谢马斯克送我的这个礼物啊,我将把它用于俄乌战场 这个事儿啊,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啊 就说,你马斯克你怎么能送给敌国的这个领导人这样的礼物呢 你看这个玩意儿,他要用在前线的话,那是会杀伤住我们的盟友弟,你怎么能这样呢 马斯克就用X回复了一条,说,你不会真的弱智到认为这是我援助他的吧,我给他的吧,这肯定是他自己买的呀 然后最后就生气了啊,就马斯克就把这个车给远程关闭了 那我们都知道啊,特斯拉最新型的这些汽车都是有智能驾驶系统的,或者半自驾的 所以说呢,是从能从远程用卫星把它关闭的 关闭掉以后,卡德罗夫就说,你看马斯克,你怎么用卫星把我这个关闭了 那说明什么呀,说明特斯拉能远程被卫星所控制 你看啊,这个美国产品多么的不安全,是吧 然后小卡德罗夫呢,为了起到这个广告效果,然后又在网上买了两辆特斯拉的新的赛博皮卡 然后把这两辆的赛博皮卡装上机枪给整到前线,又去当起了装甲车来啊 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可以讲讲 很多人说啊,这把到底是谁赢了,到底是美国赢了,还是俄国赢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舆论战嘛,舆论宣传嘛 我个人啊,觉得不同角度,你看的肯定就不一样 首先啊,咱们就说,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到底谁起到了宣传效果 我其实知道卡德罗夫想干啥,他其实就想证明啊 你看啊,赛博皮卡是谁的装备,是美国装备 那我把它买来架上机枪,用它来去打谁啊,打乌克兰人 可是乌克兰用的是谁的装备呢,也是美国装备 所以说,这是不是就变相证明了,我用美国装备打美国装备,哎呀,这个嘲讽直拉满了 可是你在我们一个外人看来呢,我就看到的就是,哦,合着这个,你也不买俄国货啊 你合着买的是美国货啊,那连你都买美国货,那我知道我以后该买啥了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哦,原来你也知道马斯克这种车能防弹所言非虚啊 我跟大家讲,这中间的这么一个可怕的逻辑啊 这个其实,只要你稍微往深里一想,你只要不是脑子太简单的,都能想到这个道理 这个车多少美元一辆,9万美元一辆,你把它弄到前线,架上了这个机关枪以后 那它就变成了装甲吉普车了,或者装甲越野车了 如果它真的在战场上,因为皮卡本身它就有越野功能 如果它真的在战场上证明了它可以防弹,那就说明什么呀 那就说明它可以取代美军的那个汉马了,那么猴贵几十上百万美元一辆,是吧 那包括那个装甲车,那么猴贵几百万美元一辆 最后9万美元的赛博皮卡就能把它代替了 那其实无非就是改装一些就可以嘛 反而起到了打广告的效果,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虽然说赛博皮卡被证明了是可以防弹的 但毕竟那个是被美国博主用民间的装备测试的 真正的战争中,真正的这些飞机大炮下,你还没经过测试呢 可是你如果一旦真的经过这个测试,真的就给特斯拉好好的打了一波广告 马斯克他这些装备也再次证明了,现在的这个武器的溢价值有多高 这种高科技的溢价值有多高,被这些企业部门垄断的有多严重 那我们都知道啊,在马斯克出现以前,那航天真的就是特别高端的产业 不管在美国也好,在各国也好,大家就觉得哇,航天人那简直高不可攀 结果马斯克出现以后,最后被证明了哦,原来合着用不锈钢就能搞火箭 我还能一年发射一两百次,把中美俄这种航天大国全部都比下去 所以说啊,也从侧面证明了,它这个到底怎么样 而且各国都没搞出的火箭回收技术,硬被人家给搞出来了 各国都没搞出的推力最大的火箭,就被人家给搞出来了 而且能这个跨黑帐这个4K转播都可以 我觉得马斯克这几年,它的东西都在无形中被放大了 你就比如说那个星链也是 星链最开始就说,它只是一个全球的通信 其实真的能不能在野地实现实时通讯,我们也不知道 网速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甚至网传它能用来军事,我们都说这个东西用来军事也不可怕 都是吹出来的 结果呢,乌克兰战争刚开始,很多人在网上就爱了马斯克说 你是不是该援助乌克兰一些星链啊 马斯克说,立马就到,第一批星链送到了 那还是第一代的星链,还不是现在第二代的星链呢 最后大家看看马里乌伯尔钢铁厂被围的时候 当时在里面的几百个乌军赋鱼顽抗吧,咱们叫 最后呢,网上各种段子说这里面有大黑鱼 但是后来也被打脸了,也被证明这里面其实啥鱼都没有 投降出来了倒是几百个乌军 因为一直抵抗了好几个月嘛 最后也没被打下来,登尽良绝了 最后泽连斯基允许这些人投降了 投降以后呢,就采访一个乌军就说 你们在里面怎么跟后面保持联系啊,你们咋知道泽连斯基让你们投降呢 对吧,按说当地的这个基站都被破坏掉了 按说当地你也收不到网络 这些人就说,我们在里面可以使用星链啊 我们使用星链网络跟对方实行实时的这个网络连接就可以啊 哇,当时大家就惊了 因为当时你要知道他们是在地下啊 那如果要是这儿能接收到星链信号以后 那这个就太恐怖了 到底能不能接收到咱们也不知道啊 反正是被服的战俘人家是这么说的 也有可能不行 接收的时候得派一个人上到地面 而且星链这个玩意多说一句啊 其实他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现在很多行业呢可以网上办公 自从疫情开始啊 这个东西被证明可以实现以后 很多的马农啊,就是远程办公 他根本就不去公司上班 我很多朋友就是做马农的嘛 他们住在美国的各地 然后呢,他们就远程办公 根本就不需要去加州的总部报道 很多人甚至连房子都卖了 就要一个房车 然后上面装上星链 他们就把车开到各种地方 比如说犹他州的一个山沟里 比如说某座大山上 比如说黄石公园里面 在里面一住住一个月 然后呢,需要物资的时候就出来 到当地超市去采购 平时没事他们就完全住在野外 然后呢,办公的时候呢 就坐在旷野里星辰下就这么办公 其实这个已经在美国已经普及开了 这个网络一个月才要一百多块钱 而且呢,整个的网速还非常非常地快啊 一套设备其实一共也用不了多少钱 也就是一部iPhone手机的价格 但是不论怎么说 第一代星链这个已经够恐怖了 更何况第二代 所以说小卡这一轮的这个宣传 我感觉不但没有贴吧打美国脸的意思 还让大家心里明白了 到底谁的装备更好 你说你干嘛不用一个俄国的东西上战场 那就是你研制不出来呗 那行了,那以后你不用说了 我懂了,对吧 大家看一场战争 重要的一个是输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谁的装备好嘛 那现在我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所以说我觉得啊 卡特洛夫这一轮不但在舆论上没有嘲讽到对方 反而嘲讽了一把自己的装备 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啊 虽然说大家可能不同意 但是你要知道你舆论战不是演给自己看的 你是演给外人看的呀 那外人一看就不明 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我看完以后 我倒是觉得要是有机会我要买皮卡 应该也不会选择别的品牌了 那就他吧 这场俄乌战争或许成为了特斯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告商的集散地 大家觉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行吧行吧行吧 说多了啊 玻璃心又该骂我了 那行 这一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再跟大家说这期聊 大家拜拜拜拜 别骂我啊 拜拜